125澳門日報 機場500多航班重新編配港首掛8號波多項服務暫停 2015年7月10日港民C08中新社香港九日電 受颱風連花影響 香港九日下午發出今年首個8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 所有學校停課 多機構暫停服務 機場500多航班重新編配 香港天文台九日下午表示 隨著蓮花靠近 香港黃昏時分天氣會急速變差 有頻密狂風大驟雨 風力顯著增強 預測颱風蓮花會在九日晚至十日早間最接近香港 對香港構成威脅 下午4時40分 天文台發出8號西北列風或暴風信號 被風塘多波滿為確保安全 香港教育局下午宣布所有學校當日停課 所有友誼中心 長者服務中心 及日間康服服務單位 包括庇護工場及展能中心 也停止開放 海事處宣布 多個避風塘已先後駁滿 當地船者如有需要 可使用其他避風塘 機管局表示 由於颱風迫近 由九日晚7時至10日上午6時的約520班 來往香港及其他地區的航班將重新編配 呼籲乘客出發前先查詢 本航班情況 運輸處宣布 來往多個離島的渡輪停航 大部分公交巴士日間路線會在8號信號生效後2小時內陸續暫停服務 香港國際貨櫃碼頭宣布 多個貨櫃碼頭 航運倉 內河碼頭 在下午一時全面停止貨櫃及重櫃交收 港鐵維持服務香港海洋公園 與迪士尼樂園道駕區在8號封球發出後宣布園區暫停開放 旅遊事務處宣布 當晚上演的幻彩榮香港燈光表演取消 香港立法會也在下午3時暫停大會 主席曾玉成表示 如果以大氣旋警告信號在10日上午9點前取消 10日將會復會 否則要到週一 才復會 港鐵表示 為及時運送市民回家 會增加地鐵列車 輕鐵及接駁巴士的班次 在8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發出後 港鐵仍維持服務 呼籲乘客分批乘車 避免車站過份擁擠 而個別車站會有人潮管制措施 也會加強人手協助乘客 連致電瓶時飛行曲時 在接下來 競機下埋車機先到不止 留意耳贈火燈火 反對安崒機系列車 took來 在2026亙邊撞地著 零飛行車 氏他